先國鮑冰淋上大量的蜂蜜 看起來驚慌可口 農業部長陳吉仲說 他很喜歡把蜂蜜加進各種學材裡 其實有時候沙拉或者是水果 加上去以後口味特別不一樣 歡迎大家購買國產蜂蜜 農糧署109年開始導入產銷履歷制度 受到消費者及國內豐農朋友的認同 至今已累計100戶豐農通過驗證 豐箱數近3萬4千箱 我們是不是可以讓產銷履歷的這個數量 來逐漸的增加 因為我們每一年有2、30萬箱的這樣的一個產量 而且產銷履歷做好 改天還可以帶各位去打國際市場 非常希望將來能夠100% 都能夠讓我們的蜂蜜 來加入這個產銷履歷的養蜂 今年採蜜期受到病蟲害的影響 多數蜂蜜蜜產量偏低 儘管如此 蜂蜜還是要保證蜂蜜的品質 2023國產蜂蜜品質品履歷 分為龍眼蜜組和荔枝蜜組 品履歷過程踩出負貧二階段評選 最終選出133位特等核頭燈獎得主 農糧署提醒 消費者只需要任名蜂蜜冠上的產銷履歷標章 及國產蜂產品證明標章 就可購得源自於台灣寶島的真蜂蜜 新唐亞太電視王源趙陽 台灣台中採訪報導 我現在一定會針對他的 椅子圖在眼前 對抗體 尤其是一選 國產蜜王